我们都知道范爷范冰冰一直是娱乐圈神一般的存在 颜值出众 年轻的时候美得不可方物 曾是众多男人心目中的梦中情人 当年凭借轻功剧《环珠格格》金锁一绝 一句称名 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甚至一度碾压主演赵薇林心如的热度 可以说是初道级巅峰了 之后范冰冰在娱乐圈混得是风生水起 仿佛开过挂一般 成为贵圈一等一的话题女王 大盘女明星 知名度可以说是娱乐圈顶级流量水准 即使遭遇偷税风波 被罚8.8亿元 依然没有打倒她 风波过后 还是贵圈有名的富豪内于一姐 没有卓越的演技 却拥有着顶级的资源 在娱乐圈有绝对的话语权 范冰冰背后究竟有谁在撑腰呢 曾传背后有五位伯乐在为她的星途保驾护航 其中不乏影视大鳄 内地富商 冰冰干爹 这里是王婆说瓜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范冰冰范爷背后的五位男人都有谁 老规矩 婆儿先做一个排序 重量级最劲爆的人物放在最后 第五位 娱乐圈编辑大师谢进 如果说范冰冰记录娱乐圈是凭借自己的努力 那么必须要说一个慧眼十足的大师 那就是我国著名的导演编剧谢进 1996年 风尘瀑布的范冰冰赶到上海 准备考谢进影视艺术学院 虽心有梦想 但没有任何表演基础 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的范冰冰 如何能从数千人的报考者脱颖而出呢 这时 她人生中的第一位伯乐出现了 谢进从人群中注意到了这个 当时还是小姑娘的范冰冰 不知是被她的美色所吸引 还是范冰冰运气好 一下被谢进选中 谢进对负责招生的老师说 这个小女孩不用参加初试和副试了 直接可以进三十 有如此大师的特殊对待 她不想腾飞都难 于是范冰冰开始了一飞冲天的演技之路 第四位 广东皮卡王影视老总贾云 因为环珠格格的热播 赵薇和林心如火的一塌糊涂 而丫鬟范冰冰却是不温不火 特别是环珠格格2拍完之后 被打入冷宫半年的范冰冰爆发了 要和琼瑶解约 面对琼瑶的恶语重伤和高达一百万的解约金 那时的范冰冰哪有能力处理这些 而这个时候 范冰冰遇到了广东皮卡王影视老总贾云 电视剧《乱世扶平》就是贾云专门为 捧红范冰冰不计成本所投资的电视剧 而贾云也是保养范冰冰的第一位全州人物 除了投资拍摄与广告 更每月50万赞助费将范冰冰赞助了半年追久 而贾云这个人实际上就是范冰冰三大后台老板之一 在范冰冰拍完还珠之后 就将其保养了两年时间 范冰冰和皮卡王签约期为两年 实际上这个所谓的签约合同就是保养合同 而两年间除了贾云出资 近千万来捧红范冰冰 还要掏出200多万来保养范冰冰 一直到合同结束 范冰冰和贾云的关系其实在娱乐圈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另外范冰冰结识贾云也是其母亲所介绍的 至于其母和贾云如何相识 什么关系也就不用明说了 这些事情在圈内大家都是清楚肚明 彼此心脏不宣 第三位香港著名大哥级人物范冰冰干爹红金毛 凭借初衷的颜值和幕后的影视大佬的强篷 范冰冰其实已经打开了影视圈的大门 但是范冰冰并非科班出身 演技不足 使得影视大佬对她的几次投资都没有好的收益 范冰冰本人也没有大红大紫 于是幕后老板开始限制她的资源 于是欲不得知的范冰冰开始练谋伯乐 后来范冰冰遇到了香港舆论区的大佬 红金宝得到了她的垂青 范冰冰的命运即将彻底改变 走上了张子怡的发展路线 红金宝为了将她捧红到一个更高的平台 于是各方调动资源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范冰冰成为了真正的国际犯 在红金宝小弟成龙的帮助下 为范冰冰谋得了好莱坞电视剧《过江龙的女一号》 以及量身定制的红金宝版《卧虎苍龙》 让她在国际上名声大震 但那些影视片却没有在内地播出 所以她的大陆市场依旧没起色 而且在此期间 房间流传二人绯闻更是不断 范冰冰任红金宝做干爹 范冰冰遭红金宝保养的新闻 几乎成了每天娱乐新闻的头版头条 据爆料 范冰冰和红金宝曾经在上海的三泉公寓 和北京某高级公寓同居 甚至在拒组时 范冰冰就在凌晨一点多进入了红金宝的房间 直到五点多后离开 直到现在 就连范冰冰居住的所有现代城公寓 也是红金宝花费两百余万元 为范冰冰治下的一处房产 这个秘密恐怕知道的人多数 更有传言 范冰冰不小心怀孕 恐被曝光在公寓内自行流产 结果造成流产性大出血 后急送院才救回她一命 虽然范冰冰和红金宝的桃色新闻 被传的是有鼻子有眼 但真实性还有待考究 不管怎么说 当初范冰冰谈恋红金宝的权势 攀上红金宝 就是希望能凭借红金宝在香港电影圈的显和地位 让她在香港有所发展 只是红金宝的功夫还没到那个地步 而范冰冰和红金宝的关系 也是圈内公开的秘密 不过 具于红金宝在香港的背景和黑社会势力 所以才无人敢揭露 圈内更是众人皆知 所谓不是秘密的秘密了 第二位 华一兄弟二当家王中磊 攀上这个关系 范冰冰还是通过干妈王金花 作为中国第一代文化经纪人的王金花 当时正供职于华一兄弟 于是他顺利的成为华一兄弟旗下签约演员 而华一王中军的兄弟 名声在圈里也是一直不怎么样 素有LM之称 进入华一兄弟之后 范冰冰此前有过的桥段再次上演 就是与二当家王中磊的各种桃色 桃色归桃色 戏归戏 这期间他确实接了很多戏 包括少年 包卿天二 平宗侠颖等 直接到后来的首集中五月一决 才算是真正的将他捧红得奖 进入了一线圈 也就是从此开始 他在内地圈站稳了脚跟 其实范冰冰前于华一后 真正的与其肉体联系的 只有王中军的弟弟王中磊 不过作为老板和范冰冰发生不该发生的事情 说起来也是情理之中 2007年 范冰冰翅膀硬了 选择与华一兄弟解约 开了自己的过日工作室 开始独立运营自己的娱乐事业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 范冰冰可以说是 麻雀变凤凰般的蛻变 工作室成立后 范冰冰疯狂塑造范爷的人设 更是喊出 我不嫁豪门 我就是豪门的口号 在当时普遍杨胜英衰的娱乐圈 这样表现利益的特点 迅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之后范冰冰凭借在嘎那电影节的龙袍造型 一举艳压众多女明星 从金锁到范爷 范冰冰可以说是成功蜕变 这一路也是走得坎坷 第一位香港英皇娱乐老板杨寿成 杨寿成香港企业家商人 现为英皇集团老板 被称为现代香港娱乐圈的一把手 杨寿成绝对算得上是 香港娱乐界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大佬 他放浪不羁 义正义邪 他还曾说过 世上没有男人不贪财好色 也没有女人不贪目虚荣 但君子哀才取之有道 淑女慕贵横之以轻 他在娱乐圈声色场里 磨爬滚打太久 见过太多通过征服男人 来征服世界的女人 也许女性在他眼里 就是需要被男人授予金钱 和优越生活的一种动物 据张玉爆料 杨寿成是其中一个 保养范冰冰的大户 其实保养过他的人不止一两个 而且还是母女上阵 张玉为证明如今的影视卷 到底有多论 还透露 还未成年就出道的 一位F姓女星 没出名时 为不得上心的机会 首先是她母亲打头阵 找导演交易 其实其母亲还算风雨犹存 长得也不错 比有些导演还年轻 还是有人愿意和她这么做 等她母亲搞定后 再把她奉献出来 就这样的套路 她拍了很多的戏 这里的F姓女星 疑似指范冰冰 在这圈内也是公开的秘密 而且不止一次被台湾演员 在台湾的娱乐节目中不经意提起 以上五位是范冰冰背后的最大的伯乐 细数范冰冰的成名录 似乎她一直都是靠着话题 丑闻流量 这些在上位的 谈起范冰冰的代表作 反而大家都说不上来 围绕范冰冰的永远都是金锁 弹性等言语 即使遭遇偷视门事件 个人事业严重受挫 风波过后依旧光彩招人 范冰冰的经历告诉我们 只要人生中主动寻找伯乐 即使麻雀也能变凤凰 器官方道理 国际 21 20 20